啊~~好害怕啦~~ 大家是不是這麼聰明知道是21點15分呢? 先弄光一點,是不是? 光一點,對嗎? 光一點是不是?這樣光一點? 嗯...這樣光一點? 呵呵,經常弄光我剛才 好啦,各位才是聰明的,我是說21點15分 恭喜恭喜,大家的數學是沒有交給小學老師 但是不會猜不到,這麼容易加數,2115,是不是? 好啦 那呢,等多一點點人,至少等到百多 這樣啦,跟大家吹一下水先 有沒有人眼淚,可以看得出 欸!聰明了,Gina,我已經想說了 其實就是Exactly,Gina 聰明聰明,是啊 終於不是紅色衣服了 那呢,其實做完我上次那個,就是我星期五晚那個Live 很大個公仔,很害怕喔 對了,其實做完星期五那個Live之後呢 已經有眼尼,其實我以前都曾經說過的 但有粉絲就說,喂,為什麼你又是這件紅色衣服呢? 其實呢,其實我以前是解釋過的 因為我見紅色衣服,其實呢 其實呢,是這件綠色衣服,是做過法的 所以呢,它是可以確保呢 就是每次做Live,見人的時候 都比較順利啦 那個人緣多好啦 頭頭痕都不是,其實我是 就是,因為其實呢 看那個螢幕呢 你這裏,近看就當然是高啦 那頭,對不對 但其實,如果真人看見我的話呢 那,加上那個,怎麼說呢 總之,加上就OK的了 如果真人看見我,其實這個髮型是OK的 OK? 但是,這麼近看就會有點誇張 因為,其實這個螢幕是真的幾近的 是很近的 是不是很近啊 我動一點手指就見到了 那大家近看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會是放大了 OK? 那是啊,那終於是綠色衣服 那,還有 都好的,因為始終 始終Part 1、Part 2呢 那等到將來的人去看 會有個分野在 那Part 1是紅色,Part 1是綠色 是不是? 那但是,其實,是啊 真的因為這件衣服是 Exactly,是啊 Maria Shun 是啊,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所以,我也穿這件綠色衣服 今天,但是其實 那件衣服是作了法的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是 綠色的 那麼多作法衣服 是啊 確保大家要受歡迎 還有,我講一個好笑的 給大家知道 趁現在還是百多人 那,我先吹一下水 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實呢,我已經好像變了個 阿伯那樣,阿婆那樣 但是,如果說得好一點呢 其實我開始做了小王子 哪個小王子,就是法國那個 Le Petit Prince 小王子有什麼特別 知不知道 小王子的那個樣子 有什麼特別 大家有沒有知道? 小王子 我已經 是啊,我接下來星期四上《怪談》 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知道小王子有什麼特別嗎?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你的直播 很感謝啊 小王子 第一次上我的直播 嗨,嗨,小王子 正確,Janette很聰明 Janette 說得對 是戴頸巾的 但是我呢,其實是 我由兩三年前開始 總之我,其實我夏天 我已經會戴頸巾 但是,當然去到室內 我會戴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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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到秋天 我會戴頸巾 我會戴頸巾 我經常戴頸巾 為什麼呢? 首先呢,我是唱歌 你要保護好喉嚨 還有呢,我不是每件衣服都做過法 其實是技術上做過法 但是紅色那個都比較高了 所以為什麼呢? 紅色其實是比較旺我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穿紅色衣服見大家 我不是透過自己做法的 我是去一些法會那裡做法的 好了,那我講一個好笑的給大家知道 趁現在的人數都還沒有很多 先吹一下水 但是我吹十分鐘左右 很快而已 好了,保護器管 還有呢,其實很搞笑 就是大概兩三年前 我參加一個法會 其實我就是拿這件綠色衣服去做法 是什麼法會呢? 是叫綠道舞法會 我曾幾何時都很推介 一些熟我的客人去唸綠道舞 尤其是女人 那陣子我都經常唸綠道舞 其實就算不是女人都可以唸綠道舞 他是藏傳的一個菩薩 OK 那大家有沒有聽我去推薦大家唸綠道舞呢? OK 就算我現在比較少唸綠道舞 其實都可以唸綠道舞 主要是祈求健康 OK 但是那個諷刺就是 我偏偏去完這個法會 我就病了 是不是很搞笑 我跟大家說一下那個恩怨 是綠道舞首歌很好聽的 是否很好聽呢? 那時候去一個尖沙咀的場地 那個場地都經常有很多法會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哪裡 好像是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OK 那時候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地方是很冷 所以大家事前都說過 一定要穿多些衣服 當然我已經做足準備功夫 我就戴了頸巾 可能穿衣服 去法會 祈求健康 但是為什麼最後都會病了呢? 還是病得很嚴重 因為我個人比較幸運 感恩 我一向很少病 真的兩年都不病一次 OK 很感應的 OK 但是偏偏那次 嗯 對了 偏偏那次 不是 當然健康 沒有說健康應該是藥師佛的 其實不同的諸佛菩薩都會 可以去庇佑你很多東西 對了 但是當然藥師佛你有個名字 你都知道是整個身體健康 所以有時候我的客人去 有些身體健康無病 我都推薦去念藥師佛的 但是就算 念觀音都可以 念地狀菩薩都可以 是看那個恩怨的對機 Anyways 快點言鬼成主 對了 那次去法會 然後去到中途 要去廁所 小便 那廁所就在美麗華商場那裡 你要出去 還有那時候是夏天 終於可以出去 OK 那外面又熱 那我便脫了衣服 脫了頸巾 放在牆地那裡 那我就出去去廁所 那回來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我真的叫做好心做壞事 我有什麼好心呢 就是那時候的法會正在進行 還有我本身是坐在一些裡面的位置 那我就不想 哎呀剛剛先出去去廁所 然後又阻到人 那然後回來 那些人又要 即我又要在那裡切出 這樣轉 阻到人 我就不想了 Exactly 就是街坊福利會的法會 OK 那我就免得經常在那裡 走來走去阻到人 那我就看到那些高僧在那裡唸經 那我想他們不如唸完一個chapter先 等大家有個pause的時候 那我便先進去 OK 那時候我已經進了會場 那我就坐在最後排 但是最後排其實就是沒有人坐的 沒有人氣的 那麼 那些冷氣呢 就在後面吹到 含含含的聲音 不斷在那裡唸我的 後尾浸 OK 那我本身那些外套 那些頸巾是放在座位那裡的 因為我本身出去廁所的時候 我打算可以去脫一脫 然後呢 不斷唸我的後尾浸 我就回家是病了 病得很癌的 發燒啊 然後感冒啊 那些痰呢 真的呢 綠到沒有的綠色 那些痰是那個 感冒那些痰呢 是綠到沒有的綠色 所以自此之後呢 我就學精了 就是 永遠要大緊筋 要保護後尾浸 很重要的 是的 然後 真的覺得很諷刺 為什麼去參加一個 祈求健康的法會 但是偏偏之後就不健康呢 OK 但是有些佛友仔都安慰我 其實你應該這樣想 可能本身你是要種得金一點的 OK 但是因為你參加了這個祈求健康的法會 那就幫你去減輕輕微一點 當然啦 你自己喜歡怎樣想 你樂觀一點的 那就這樣想 還有做人為什麼不開心一點 那我都覺得 是的 可能真的叫做 輕輕地認了一劫 算是 還有 起碼我以後都學會了 真的要常常戴頸巾 保護後尾浸 OK 還有大家 現在開始冬天了 是不是 嗯 即是昨晚開始就凍了 對了 那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保暖 OK 好了 現在開始入定題了 都八五人了 至於那些 不懂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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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拜拜 不理他了 好 現在開始了 我都未完全開始說 因為我也有些事情要跟大家去說一說 OK 對了 不過 今天哪個星座開始 是摩潔座 OK 摩潔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OK 那 但是有些什麼想說 大家要知道 其實在星期五我都講過 有些什麼星座要看呢 上星太陽 還有如果你上星是響 20度或者打後的話 即是20度至29度的 那你就要看下一個星座 什麼叫下一個星座呢 是根據 星盤 真是12星 黃道星公那個 或者每一年 那些人順著生人的那個次序 看下一個星座 OK 也可以去參考以前 木星響水平的時代 發生過什麼事 OK 那所以呢 今天這個Part 2 雖然是剩下八角星座 但是 背後有很多的理論 什麼什麼呢 是必定要看回星期五 Part 1那個Live OK 那何況星期五那個Part 1 我都跟大家去 摘了吉日 還有一些general的tips OK 所以現在看到Part 2的觀眾 不要看完Part 2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OK 還有我有些事情想說 是什麼想說呢 唉 反眼了我要 那些人還在問我 哎呀 Trump Trump怎麼樣 Trump Trump 我不是說了一百萬字 Trump Trump會贏 還有 即是呢 其實呢 是很 真是很L凡的那些人 我當時都實牙實子 說了他會贏 然後你又不相信我 其實你明白這件事情 一來是煩厭 還有二來呢 我會說是有一點點 真的叫做不尊重的 為什麼呢 大家真的要去代入我的處境 去想想 如果你來我的page那裡 那就是你 看我的東西 你要買我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還要說一些 反面的東西 或者可能哪個 某某個占星街 說的東西 其實你這樣 是在那裡shit著我 OK 是shit著我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但是 但是 英文那個 英文我們會說 你在那裡shit著我 即是你說一些東西 在那裡shit著我 明白嗎 所以其實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問我 特朗普會怎樣 因為我說了一百萬次 他會贏 OK 還有 也都 說多一點點 我最近又在那裡 繼續看他的盤 OK 即是 我自己都有點curious 其實真的十拿九穩會贏 OK 因為如果這樣的聲象 不贏的話 我不知道怎樣才叫贏 OK 不過呢 其實我是沒有拜登的盤 我沒有 我沒有空去看他的盤 因為 我要看一個人的盤 已經很煩 要看特朗普的盤 OK 對 真的 要在那裡質疑我 大家想一下 其實 你當是上了一格船 我是那個船長 然後我會用那個望遠鏡 因為我會做占卜這些東西 你們不會做占卜這些東西 你們不會去做占卜 你們上我的船 那你就相信我這個船長 但是你又要不懂用那個望遠鏡 然後你就說 喂 那裡是不是有冰山 咦 旁邊的船說不知道怎樣怎樣 你小心撞到冰山 其實在那裡煩著我 所以 大家真的要切身處 來想一下 其實這些東西是有少少的煩厭 真的會的 OK 好了 但我講起特朗普我想說什麼 我講一些好笑的東西給大家知道 如果有些熟占星理論的人 大家可以聽聽 正在推占星的評論 根據占星的本 原來特朗普有三個公位發生的事情 特朗普有六七十三個公位發生的事情 首先說六和十是發生甚麼事 六和十是跟工作事業有關 其實他會繼續有他的工作事業 即是他不會被人解僱 會繼續做總統 尤其是六 大家知不知道特朗普是不收報酬 他做總統是沒有人工收的 他真是做奴隸這樣做 其實我們第六公就是講奴隸 他真是做奴隸這樣做 所以十拿九溫會繼續做美國總統 而且很搞笑的是關於七公 七公是說法律戰 訴訟 公開的敵人 拜登就是公開敵人 他的法律是很漂亮的 他會贏在這些法律事務上 還有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六公是七公的前一公 這些是古典 如果懂得古典戰爭 我們知道我們有些東西是要再去 這些叫什麼呢 去移盤 我不知道怎麼說 要計算那些 英文我們要計算那些 我們知道六公是七公的十二公 因為六公是七公之前 那就是說呢 侵侵的公開敵人 七公 侵侵的公開敵人 就是拜登 還有那個什麼 什麼 Camilla Camara 不知道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印度女人 印度中國女人 就是 哎呀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會容易發生十二公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坐牢 或者可能是無端端 或者可能是無端端 暴斃 死了 OK 就是那裡看到一些這樣的能量 OK 所以 侵侵的敵人 會容易坐牢和暴斃 所以 我覺得侵侵就是十來九運 大家不要再質疑了 OK 好 現在開始了 現在說摩奇座 香港人有叫山羊座 先來看看 OK 啊 好 對了 賀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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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對了 賀錦麗 對了 OK 好 摩奇座 那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我問一下大家記不記得 我之前講過 對了 講天傑座那時候 OK 那天傑座呢 我常常是強調天傑座的 不動產會有暈性 是嗎 是不動產 那現在相反 原來摩奇座 香港人有叫山羊座的 動產呢 就會有一個 暈性在那裡 好了 摩奇座的動產會有暈性 OK 那 尤其是呢 如果過去一兩年 那摩奇座的朋友呢 是開拓完一些新的機會 OK 即是叫做開荒牛 那現在呢 就摩原地了 那摩原地 農夫要做什麼 就是播種 現在開始就播種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過去一兩年 已經快手一些 你播種了 那現在開始 就有些收成了 開始是 真的賺錢了 OK 但是這個 賺錢很明顯 就是你聽得出 我是叫你要去 耕地啊 去 播種 其實都是一些辛苦的事情 所以它就不是橫財 來的 OK 接下來這個2021 開運備級摩奇座的朋友呢 你們呢 就不是賺橫財 你們賺的是正財 OK 那還有 真的Depend on你本身的 schedule 如果你們本身 已經是做了很多的 準備功夫的話 那你接下來 就會真的賺到錢了 很快 但是如果你 還沒做的 那你現在要開始準備了 OK 就算你吸不到現成的 吸金 吸不到現成的 你都要趁今年 去開始播種 去檢視一下自己的定位 或者可能去增加一些專業技能 例如 我之前在Part1的General Tips 我都提過大家 可能要去學IT Computing Language 入一些團體 甚至去那兩個地方旅行 哪兩個地方呢 看上Part1 那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去提升你的吸金潛力 OK 所以呢 要不就吸現成的金 或者去增加自己的潛力 增加自己的內在的價值 OK 那 還有你們今年自己 都會很有信心 尤其是對什麼信心呢 不是對樣子有信心 不是對身材有信心 不是對身材有信心 是真的對自己那個人的自我認同 那個自我價值 是會有些信心 OK 所以其實我們經常說 性格決定命運 是吧 你有一個這麼樂觀的心態 其實已經是幫你去 去可以開放 去擁抱 接受很多 賺錢的機會 OK 因為當一個人沒有信心 就會經常覺得 這些好運不是我的 機會不是我的 就是 那個有一個很出名的myme 叫什麼 我覺得自己是零 是吧 但是當你有信心 你覺得 其實世乾財很多 都是可以歸我所有的 你便會容易些賺到錢 是吧 所以性格 決定命運 這件事是非常之真的 OK 那 其實都是 最主要是說 那個政財運 當然 如果過去 有些什麼 經濟 錢銀的問題 OK 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OK 就是可能有些過去的 一些financial hardship OK 那就會 開始是 比較 沒有問題的 OK 那 還有 雖然我說動產 動產當然是有些cash flow 但是 如果你去想 增添一個不動產都不可以 都可以的 那你們今年可以做一些 比較大的purchase OK 可能就是買樓啊 買車啊 OK 那這些東西都是OK的 但是 主要其實是說動產的cash flow 會好些 如果要不動產就是 我part 1上次說的那個 天蠍座會比較漂亮些 但是你們是否不行呢 都不是的 OK 可以去做一些big purchase 都是OK的 那還有 當然 正財 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們是打工的話 那就是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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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你們去 請一個 pay rate都OK的 對 看看加不加薪 但是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有時候 理論還理論 但是要待入這個現實生活 自己都要想一想 畢竟現在疫情 百業蕭條 你說那麼容易 加薪就加薪嗎 說真的不解僱你也算是萬幸 所以這方面你們自己要小心一點 但是根據占星理論 其實你們加薪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又說寫惡檔 可能公司都解僱你一個 然後人家的薪金便可以儘量給你 因為其實你可能已經在做三四個人的工作 所以老實就是會加薪金給你 這樣也是有一個可能性的 好嗎 然後呢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們的金錢運 動產 政財 還有你們生命裏面不同的資源 你們都會感覺到比較寬裕 你們的調度可以比較輕鬆 例如什麼呢 時間 所以你們今年就沒那麼差 你們的時間很好用 是磨蠍座的朋友 是的 好 現在先看看 那些評論 因為講完一個部分 還有我現在開始 我想問一下這個Live進行了多久 可不可以講到已經做了多少分鐘 已經 因為其實我之後呢 我會做那些時刻 我會幫大家去分解那個時間 在我事後功夫 我會入分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說什麼 所以我想現在每次做一個 現在是22點30分 好 22點30分 即是過了15分鐘 OK 所以我想按下 15分鐘 其實我自己都可以看的 OK 算了 不要緊 937 那CAPRICOR就講完了 CAP and 好 好 多謝大家 我之後我懂得看 我之後可以看自己電腦那個 OK 多謝大家不用再看我了 麻煩麻煩 我現在先看一些留言 啊 一開始看CAPRICOR被人借電話 又不幸運 我現在先回答一些留言 接著回答完就講下一個星座 咦 有人真的十月加了 恭喜 恭喜恭喜你 現在一直用上星看 還是加上太陽都是這樣 那Apple One呢 你是要看回星期五Part One 是有講的 Polyten也是 麻煩看回星期五的Part One 是有講的 其實我在這個video 我在這個live 剛剛頭頭我也有講多次了 我是不可以再講 否則我是會口水乾的 好 有沒有一些問題 大家通常都是Say Hi 好 好像沒什麼問題 那我現在講下個星座 下個星座是誰呢 沒問題就算了 好啦 阿Bubu說很喜歡我的比喻 對呀我也很喜歡自己的比喻 我覺得用比喻 我很欣賞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呢 有兩樣東西是很 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來的 我不是說自己讚自己 但是一個人懂得用比喻 證明他有創作力量 和幻想會合你一條 OK 我真的不是自己讚自己 但是一個聰明人 就是這樣說 你聰明的人就會懂得打比喻 而且是打一些很神奇的比喻 OK 還有第二個呢 我覺得做人要懂得自嘲 自嘲是一個非常好的藝術 OK 因為我當 有些人是毒舌 對呀 經常說人家毒舌 面對人家有什麼用 但如果有時候可以去面對自己 是一個氣度 是一個智慧 又可以令人討笑 自嘲是一個 我都會經常在這裡學的東西 對呀 因為這個是跟人際關係 打得好是很好的 經常去自嘲一下 OK 跟他打比喻 presentation的時候要打比喻 有人的生羊座老公 放心吧 今天會好 接下來會好 OK 有人問一下 下個可不可以說處女座 其實我再說一次 我說這些星座的排斥序 是根據上上期的塔天亂临星座雲勢的反應 OK 因為我是要公平 例如 那些人很流行的 今年水平 就是木星水平座 那就先說水平座 然後就相如白羊 最後就說摩蠍 那這件事對摩蠍公平嗎 不公平的 就好像那些十二生肖 下年牛年 就先說牛年 然後牛虎兔 最後才說老鼠 這對老鼠不公平的 所以我要公平 就是看看大家的反應 一分耕雲一分收穫 我的盤是很強的 摩蠍能量 我是非常之敗 一分耕雲一分收穫 這個世界上沒有僥倖的 麻煩 OK 為什麼我要先說寸女座 那我不先說雙魚座 是不是 要公平的 好了快點我再說下一個星座 不要太多話說 好 等一下 大家是不是還看到 大家是不是還看到 大家還看到 我在電腦的Live 斷了 但是我 我在這裡 因為我看自己的Live 斷了 但是我現在在這裡好不好 請問 我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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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是不是看到 我看到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好了 可以 現在是說雙魚座 OK 現在是說雙魚座 好了 雙魚座今年 首先呢 是要休息的 OK 睡覺 休息 對了 我覺得它有兩個 背景的原因 那 第一個是 可能大家都抗疫開 經常都摸在家裡 摺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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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二個 可能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令到你很多想做的事 是 夢想破滅 OK 所以 這些時候呢 你要自己去調整自己 去令到自己 去 去 達致一個新心靈的平衡 OK 所以其實雙魚座 接下來這一年 要做些什麼呢 你們一向都很喜歡的 很喜歡睡覺 對不對 雙魚座很喜歡睡覺 我知道的 OK 所以今年是要休息 潛藏 正所謂 就是 我虎藏龍 我虎藏龍 獨處 OK 還有 其實他在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是養精畜蕊 養精畜蕊 OK 因為 當去到2022年的時候 你們就開始爆發了 所以為什麼要 就是養定精神 OK 但其實基本上 在我 星期五Part 1 我都有說了 澤一那時候 其實 木星有一段時間 是會率先進入了相遇 其實那時候 你們都開始會爆發了 OK 但因為之後 木星又回到水平了 OK 詳情看回 Part 1 Key Periods and Date 所以 總之 總之 你來近一年就休息 讓你2022年 正正式式去爆發 OK 那 大躍進 OK 所以 今年真的要做一些斷捨尼的東西 斷捨尼 還有一個洗滴自己 洗滴心靈 因為你自己躲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要做一些自治療 OK 所以呢 可以做些什麼呢 你們可以去做一下身體檢查 去看看醫生 去清理一些身體的瘀血 甚至看看心理醫生 如果心裡邊一直有什麼不平衡的話 去搞好自己 以應付你們接下來2022年的那個爆發 OK 或者去做一些靈修 Meditation OK OK 而且也趁你們 夜難人症的時候 安安靜症的時候 去想定一個目標 想一下 2022年會有什麼事情想做 OK 所以全部的問題 記住 一動不如一靜 接下來2021 相遇了一動不如一靜 對了 還有你們多點睡多點 還有如果你們 我當 不幸地 本身是有失眠問題 接下來 都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尤其是 如果你是真的去看看心理醫生 做身體檢查 或者是透過冥想 打坐 禪修 這些東西都是 可以令到你去整理一下 本身很凌亂的思緒 令到你心神合一 OK 還有很搞笑的 如果你們想做一些 是 一些偷雞摸狗 一些衰衰的事情 可能 有什麼是偷雞摸狗 可能是 發展地下情 即是那些 明星藝人發展地下情 OK 又或者是 藏著小衫 OK 又或者我當你在背後 暗地裡在害人 是不是 那樣子立刻 耕了 其實 你做這些事情 接下來這一年 都是可以 順利的 OK 即是不會那麼容易 曝光 當然我不是在鼓吹 你們做壞人 是不是 好了 還有很特別的 雖然如座 一向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是很關心人 我們經常說 我很擔心 還有很有 empathy 不單是同情 也很有同理心 OK 但是接下來 你們不單是 不單是 那些 哎呀 嗨嗨 想一想 不單是這些 那麼便宜 那麼表面 那麼感情泛濫的 理解 因為伴隨著 木星是入了水瓶座 這個那麼豐盛 那麼理性的星座 你們開始 當你們去表現 你們的關懷的時候 其實你們都會多了一份 真是理性 智慧上面的了解 OK 所以我當你們做到社交工作人員 你們就不會 純粹是感情泛濫 你們是可以真是去 比較冷靜地去幫到人 OK 那麼 還有呢 喔 我之前呢 跟一個朋友說開的 因為呢 我去年幫他算流年 真的說中了 他去年呢 撞鬼呀 被鬼搞呀 對了 那原來今年2021呢 你們呢 你們呢 會有一些 即好像 保護神經 那樣 一些 保護 所以 之前的一些 那些 鬼鬼怪怪的 那些東西呢 就可以 沒有了 可以把這些 負能量 這些 黑暗的東西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嗯 嗯 我都說了 去清乳血嘛 靈修啊 閒修啊 打坐啊 看看心理醫生啊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搞定的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嗯 嗯 我繼續看看 我還有學一下 也是學一下 還有學一下 這裡學的東西 尤其是什麼呢 就是學一些 新生靈 原學 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不是去 做一個廣告 但是如果你們想去涉獵這些東西 那就有空去看多些我的項目啦 看看一些 尖聲啊 的理論 或者塔羅 我比較少說塔羅的 OK 因為 呃 塔羅有些東西會比較個人的 還有有些東西我都 嗯 Anyways OK 尖聲會多 可能會比較容易 是大家理解多些 Anyways 所以 總之跟我去看多些這些東西 會比較容易 有一些好的收獲 OK 跟著 還有什麼呢 繼續看 啊 還有 哎呀 好煩啊 誰在這裡訊息我啊 不要訊息我啊 麻煩你 是啦 呃 還有 就是說呢 那 我一向都說 你們是很好的人 很寶寶 很喜歡幫助人 是不是 其實如果你們今年去 繼續去做多些慈善啊 義工啊 去服務別人啊 那這些的 動作呢 就不是說會帶到一些很大的回報 是的 但是至少你們會有更加高的滿足感 會很開心 OK 還有 最後 如果我講開發夢 對啦 在發夢的時候呢 你們有時候一些夢境都會是一些靈感來的 那如果你們可以用這些靈感去做創作呢 那這次呢 就真的會容易有錢的回報的 OK 就是我當你做夢 想到一些場景 然後你去 將這個場景去開了一部電影 OK 那會挺大受歡迎的 OK 那最後真的會賺到錢的 OK 好 好 講完了 雙魚 下一個講誰呢 下一個很搞笑 是雙魚剛好的對面 雙魚的對公是誰 知道嗎 大家去留言一下 我現在又去讀一下大家的留言 是的 但是雙魚的對公是誰 有人問夢見龜會怎樣 我聽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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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 傳說 說呢 很多空姐空少都會養龜的 因為喜歡他們快點歸來歸來 是不是 就是確保可以回到家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的 聰明雙魚的對公是處女 我下一個就會講處女的 但是我現在呢 就去看下留言 我又去 還有我現在又要去看那個 時間了 9點50 Pices and 我去讀一下大家的留言 明白嗎 等我一會兒 因為要多些交易 明白嗎 有人說 雙魚平時經常偷吃 這麼搞笑 Amy Learn 說我今天不是穿戰衣 這件事我在Live的開頭是有解釋的 雙魚是否經常偷吃呢 我都聽過一些雙魚偷吃的例子 其實這些都是很廢話的 世界十二星座誰不偷吃呢 早前都有人弄了一幅圖 香港很多狗官 其實 很賤格的那些黑官 十二星座都齊了 接著那些人就說 以後不要爭 哪個十二星座 好人還是壞人 因為 每個星座都有仆街 真的 每個星座都有仆街 這個世界上 有人在學心心靈 恭喜 恭喜 有 起碼兩位粉絲 就不約而同問 那 那 那 哪個星座 其他 怎樣 可能愛情怎樣 婚姻怎樣 我現在只是根據理論去講 每一個星座最黃金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個才叫開運秘笈 當然如果你想你愛情好 你想你婚姻好 那當然你自己去做 但是根據理論上 我就看不到這個有一個特別大的幸運 OK 還有 我不可以每一個星座全部都講完 否則 我就不止part 2 我有part 10 OK 嗯 嗯 沒有啦 那些評論都差不多看完了 對了 獅子了 沒講了 有排都沒講了 有人認識三個雙魚 三個都偷吃 Fine 可能雙魚真的很喜歡偷吃 感情豐富是真的 還有 唉 為之我呢 真的 當然 我本身做到這行 我本身都是因為 一定要有一個很強的意識 我才可以進入這行 嗯 但是呢 我經常呢 我聞一些人 聞他那種星座錘呢 就是我告訴你 雙魚座是很容易聞得出的 嗯 很容易聞得出的 雙魚座如果我講的是感情 他一開始去講一些 嗯 講一些 懶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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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是一些很低級趣味的幽默呢 那個就是雙魚座 嗯 OK 是的 雙魚座當你和你去談情的時候 很喜歡講一些低級趣味的幽默 真的很低級的 嗯 嗯 那你就會知道他是雙魚的 好了 現在去講處女座 好 處女座 那 就 嗯 其實我應該是這樣 我應該是每開始一個星座 我先去講 那個 嗯 那個 即是那個時間標準 9454開始是 Virgo 嗯 OK 好了 那 嗯 嗯 柱女座發生什麼事呢 嗯 嗯 好 哦 原來是這樣的 嗯 嗯 那 過去一兩年 那 可能被那個武肺打亂了生活 OK 所以今年記住四十字了 撥亂反正 寸女座 2021年要撥亂反正 嗯 因為真的那個日常生活呢 是完全打亂了 OK 那現在那個 PK政府又說 哎 教育的小朋友又要休息了 OK 其實我經常都說 這個是人禍 不是天災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個生活亂了的時候呢 那現在要撥亂反正 OK 還有如果我當 過去一兩年的時候 如果 嗯 你有什麼東西 你是 你是背了一個負擔 一個責任 你本身是覺得很開心的 但原來他現在真的會慢慢變成負擔 和責任 例如什麼東西呢 例如我當如果過去一兩年 生了小朋友 當然是很開心啦 恭喜啦 對不對 但是現在你開始會感覺到那個重擔 可能是經濟的重擔 或者 時間的重擔 OK 你真的會開始覺得 哎呀 當初有點後悔啦 OK 或者如果我當你 就是過去很開心地是拍拖的 過去一兩年 但是現在那個伴侶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搶你啦 OK 或者你又會覺得 哎 好像很難去兼顧 那所以呢 在你那個daily life那裡呢 你是要擺更加多的時間 去做一些time management OK 所以如果真的因為疫情的關係 打亂了你的生活 你開始是要去manage 自己的生活 OK 做一些撥亂反正的事情 OK 那 是啦 令到自己那個 那個routine 不要再受到那個影響了 OK 那比如 例如 例如什麼呢 以及你們接下來呢 真的會做得比較 比較叫做 沒有情講 天王老祖都沒有面子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現代占星呢 其實 木星入水平 那水平呢 那水平呢 是你們根據現代占星 那水平呢 是你們那個叫做exaltation 是不是叫做虐星呢 中文是不是 虐讀虐字呢 那個虐星功 那所以呢 你們是真的會非常之 strict 地去執行你們 要去live那個life的 OK 那個living style的 例如什麼呢 就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Dudu呢 鄭玉玲呢 不是說不知道 每晚要10點睡的 那真是天王老祖都沒有面子給的嘛 除了說不知道 那些TVB那些 那些 那些慶祝啦 那些 濕交慶祝啦 唉 講了粗口 那他才會可能是 破例地去做私宜到晚一點 那但是他平時是真的 哎呀你10點不要打給我 我要睡覺 是不是 那你們會變成Dudu OK 就是會有少少 可不可以說是北近人情呢 OK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上 我沒有的 我覺得你沒有作家犯科 你沒有對別人不住 其實這樣做是對的 是的 所以我 有些人會說你們是北近人情 但是我是絕對支持你們這樣做的 是的 真的 因為這個世界 你不顧好自己 誰來顧你呢 還有如果你不顧好自己 而去煩到別人 你才是最自私的 OK 好 所以你們接下來 今年做事會比較 效率很快 因為你們要快些撥亂反正 是不是 那 然後還有些什麼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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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你們更加聰明 還有做事會更加爽 撥亂反正 講了100次 還有你們的能力 尤其是技術 技術 技術 會更加完美 OK 因為你們要快些去做 做事 要撥亂反正 OK 還有 你們接下來 有沒有貴人 都有的 尤其是因為你們做事的效率快 會得到很多人的氣重 OK 不過呢 就不是上司的氣重 而是你周邊的人 例如你的同事 會覺得 咦 這個廚女同事做事 真是快靚正 很爽 那 先跟他學習一下 有些事先找他 拯救一下他 OK 或者 我當你好好心 你之前幫了他 他請你吃飯先 OK 那你們的同事 是啦 甚至如果 你們的下屬 今年都會 都幾多謝你們 因為你們做事 可能真的 你們都不想再跟他們在這裏 面目目 在這裏 你們都做得很快 你們自己索性搞定他 那些下屬都會感恩 OK 那接下來你們的貴人 又是這些 OK 那如果 我當你 你今年 你竟然 你竟然有 多餘的時間 去做一些公益 服務 那這些 範疇呢 會容易令到你 拿到一些獎 獲得大家的一些認同 一些獎勝 OK 可能真的 給你一個獎金 拿到一個 好市民服務獎 那些 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們 今年竟然有 多特的時間 去幫人 做這些公益 服務的時候 不過呢 尤其是 真的 去一些 standard 慈善機構去做 OK 但如果 如果你是 behind the scene 你偷偷地去幫人 捐了些錢 給一個黑衣 就比較難得到認同 但如果你真的 可能進去 YMCA OK 或者去小同群益會 去做這些服務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 是得到 可能拿回一些 certificates OK 接著還有什麼呢 我還有 如果你們是老闆的話 那你們請人 都會容易 請到一些 比較好的員工 OK 或者如果你家 去請工人姐姐的話 那些工人姐姐 都是會比較容易 是好一點的 是啦 那 還有 如果你想去 今年去裝修 去搞一搞自己 那個家的環境 或者是呢 你想去搞一搞自己 辦公室的環境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老闆 你才可以決定到 可不可以去 裝修你的辦公室 喂 但不是的 但可能如果 就算我當你是打工的 那你去收拾一下自己的桌子 改回一個新氣象 OK 那這些東西 都是會比較得心應手 還有出來的結果 會令你滿意一下 是啦 那 好 那如果我當 不幸失業 不幸失業的話 之前 OK 都會很容易 找上班的 你們 找上班 那第一個 之前說了 摩結座 是嗎 摩結座正在運好 當然如果失業的話 那些錢會回來 就是找到工作 然後第二個 就是你們 處女座 你們會比較容易 得到 工作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繼續問一下 很快 好了 啊 我剛剛說 雙魚座那時候 不是說 他們可以做些 衰衰偷雞魔狗的事情嗎 但是處女座 記住了 你們接下來 就完全 一定要誠實 正直 OK 如果你們是 服務人 真的要拿個心出來 OK 那 那裏 剩下的結果 反而會更加大 OK 總之你們今年 記住不要做壞事 因為做壞事 就很容易被懲罰 OK 會被發現的 會令到你們身敗名裂 你們今年真的 拿個心 拿個良心出來去做人 之後那個結果 就會是 有N倍的好結果 OK 好了 還有最後提一提 OK 那我經常都強調 處女今年要撥亂反正 是不是 所以我經常都 我都說你們很快 很快 所以 跑得太快的時候 會很緊張 那做些什麼去減壓 一定要做運動 OK 還有做運動是一個減壓 非常之好的良方 尤其是專利座 還有 就算我當你不是為了減壓 但是如果你們今年 是去鍛鍊自己身體 可能去收身 去粗肌肉 都一定會有非常之好的收穫 OK 還有 如果要減壓 就多見朋友 約到你的行程 是密密麻麻 OK 因為 木星入了水瓶座 水瓶座是你們的 所以你們的朋友運 是會非常之好 OK 每天去季節這樣轉 見不同的人 會令到你們更加高興 還有 那個壓力是會更加之小的 OK 還有 養寵物 OK 你們今年都可以養寵物 不過記住 OK 在我 之前 即是星期五 part 1 part 1 那時候我講的 第八 至到第十二個period OK 第八至十二個period 記住不要棄養 否則天打雷魄 OK 但今年是可以養種蜜 但不要棄養 還有 領養 支持領養 就不要購買 OK 是的 那就是 也是說了 做運動減壓 還有 如果你真的想看醫生 今年都會比較容易遇到好的醫生 尤其是甚麼呢 尤其是如果這個醫生是生得比較高大的話 為什麼我會說到呢 這些就是一些古典占星學的小秘技 我相信是全世界不會有占星師跟你說的 尤其是身材比較高大的醫生 會是容易你的貴癮 所以今年 連反症都可以關於自己的身體健康事 除了在日常預算之外 OK 所以今年去做身體檢查 看看醫生 這些都是會很成功的 OK 好 講完 算了 知道10.04 跟著下一個是哪個呢 哦 下一個原來是這個 下一個呢 下一個呢 就是我至今還未講 唯一一個的土性星座 OK 那我之前已經講過哪兩個土性星座 現在剩下這個土性了 就是我下一個要講的了 OK 即是哪一個呢 大家有知不知呢 可以在留言那裡 鬥快講 然後我現在又讀下大家的留言 好 柱女表示很忙很難養寵物 但是呢 如果你今年養你是有這個幸運 還有我經常都說 玩別人的寵物 對不對 還有可能養魚 養魚會比較容易的 養魚的話 我想 嗯 嗯 嗯 對了 TiffanyTank已經答得中了 第三個土性星座就是他 那我下一個就是會講他的 我是不会回答股市的问题 好,有人问 有没有移民云 再说一次 我只是会根据占星理论 根据占星理论 每一个星座 它最大的欺负是什么 我没有说的不代表没有 但这就是你们私人 每一个个人 个人的私人设计 发生的事情 你们可以找我 做个人的私人议议 处女座 有人说 处女座平时管人 多过管自己 现在要管自己 好了 哇 我看回大家说伤愚那里 伤愚竟然做些很恐怖的事情 是啊 Vera竟然刚刚才进来听 是啊 我说了处女了 太迟了 我真的刚刚上过才说处女 好 现在说第三个土生星座 金牛座 10点07分 喝一口水 好 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有没有听过 以下这三个英文字 OK 第一个是Job J-O-B Job 第二个是Career C-A-R-E-R OK 第三个是Calling 这个Calling 但当然不是这个Calling OK 那知不知这三个英文字的分别呢 OK 那分别就是Job 是工作啦 Career是事业啦 是 即是那个层次是升了一级啦 但如果去到Calling的话呢 是直接成你的天职啦 你的人生使命啦 OK 那我恭喜金牛座的男女啦 来近这一年呢 你们 如果 啊 其实 哇 所以其实 你们见一下 土生星座 那个工作运不错啦 Morket 财运 正财好啦 所以会有机会有上班啦 处女 我刚刚说了啦 咦 其实金牛座 都是喔 三个土生星座的那些工作运是不错啦 OK 好 那如果我当 你们之前没有了份Job的话 可以找回Job的 金牛 OK 不幸地如果可能就是 疫情 啊 炒了啦 OK 那又或者 好了 我当如果你一向是有Job 但是你想去发展一些终身的career啊 OK 或者去 是的 一些终身事业啊 要去做自己的天职呢 那原来2021呢 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年份来的 OK 一路撥下头一路说一路说一路 好了 那 是的 如果我当你本身稳稳定定的话呢 那你的那个事业呢 是会 更上一层楼 OK 更上一层楼 是的 所以呢 那你们那个工作好的运呢 就不是characterized by 会加仁工哦 加仁工是模型了嘛 我刚才说他政财运会好嘛 对不对 但是原来 for 金牛座呢 尤其是是讲升职 OK 升职了 是的 那 那 然后还有什么呢 是的 哇 又或者 如果真的过去一两年啦 就是那个武汉肺炎 有些东西是搞到你很乱啦 我最近听过呢 一个都比较震撼的消息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个之前做机师 那机师 都非常之不幸地是被辞退啦 OK 国泰 好像是国泰的 OK 他现在去了做驾巴士 OK 那当然职业无分贵钱 但是 会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因为你毕竟机师你是投入了 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心机资源 是不是 你整副精神 那但是 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之截然不同的行业 都令到人有点点心喊啦 OK 那 但是 是的 但是 无论如何 如果真的因为有一些这么震撼的经验 而令到你觉得 哎 我人生 不如我 我另外找一些新的方向 另外去找一个新的目标 那你们呢 未来这个2021呢 就是可以将它发大泥剿啦 OK 而且它甚至真的可以呢 变成你终身的成就 那个 那个终身性 就是那个 Long Lastingness 是很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土星呢 龟庙 水瓶座 土星是讲一个时间性的影响 它可以有一个非常之深远的影响 OK 好了 那 是啦 所以 我刚刚都说了 会容易升职啦 OK 还有会得到更加多的大家的认同 还有一些业界的成就啊 或者会得到一些业界的奖项啊 是的 拿到一些 是的 一些这样的东西啦 OK 或者是升职啦 还有如果是跳槽的话 如果你 如果你够胆去跳槽的话呢 都应该会跳得是 就是更上一层流啦 我想都说了更上一层流啦 嗯 嗯 接着还有啦 好啊 如果你们是想去 就是去回一个 business trip 的话啦 OK 那 尤其是当然要解封了啦 我说过以前是春分啦 对吧 那 business trip 的话呢 那尤其是如果去回我 part one 讲的两个地方啦 那这些 business trip 都会 比较是profitable的 OK 那还有是啦 而且不单是一个业界的成就 可能甚至你会在 社会上面呢 都会有一些叫做名成利就的 一个状况啦 会得到大家多一点的认同啦 得到大家多一点的认识呀 掌声呀 会变成一个社会的名人啦 OK 那金牛座是这样啦 OK 那还有什么呢 啊 还有啦 那你们有贵人的 和处女座就不同 处女座呢 我是在讲的 你记不记得处女座刚刚讲的那个贵人 是一个同事啦 还有是下属嘛 OK 会容易请到很下属 或者是下属很感恩嘛 但是金牛座呢 就是那个相反啦 那一些 和你平排或者下面的人的相反 就是上面啦 是吧 那原来你们呢 会有 即是有贵人是来自哪里呢 是一些 即是你一些权力阶层啦 你的上司呀 老闆会很喜欢你啦 OK 或者是一些 本身社会上面叫做比较上层 有影响力的人啦 OK 会比较想去帮你的 甚至是政府啦 这个濕狗政府啦 OK 但是他想帮 如果你有骨气的话 你都不应该给他帮啦 好 好 然后还有什么呢 是的 那这些人会帮你啦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是的 还有你们会有更多不同的事业上的机会啦 OK 所以真的是 是一个事业年来的 OK 那有什么想去试下 搞个新的行业啊 趁这一年去做啦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啊 还有 当你们表现得要比较友善一些 OK 比较友善 因为水平座是讲朋友的 OK 那你们越友善呢 就会越容易是 得到大家的帮助 which是废话啦 是不是先 就是你敲一敲面 谁会走来帮你呢 OK 那但是 就是我都跟大家讲回那个理论啦 尖声理论 看到的事情啦 OK 啊 啊还有啊 啊还有 不要整天折迈 是的 你要愿意走向尾光灯之下 你要不怕世面 不怕被人去认识 不要在那里 哎呀好害羞啊好害羞啊 OK 是的 你要high profile一些 那你就 可以得到很多的回报啦 OK 那最后讲一个总结啦 社会地位啊 事业成就啊 名声啊 OK 就是声望啊 名气和声望啊 OK 还有有些你一向是想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啊 你的天职啊 OK 都会无往而不利 OK 还有你的老板 你的主管 你的上流社会 一些政治权利 一些核心组织 都会关照你的 好 金贸座讲完了 喂 喂 哦 剩下四个星座而已 OK 所以今晚都会很快的 应该 好 好 大家之后都可以听回 就算错过了 有个朋友说刚刚才进来 不知道在讲哪个星座 嗯 是啊 那 是不是因为不懂计数呢 是不是因为计不了那个2115呢 2115就是 9月15 9点15分 OK 那 记住我刚刚讲的那个呢 我讲的那个职业啊 就是由机师变成渣巴士这个故事呢 记住我绝对没有歧视成分 记住我是非常之败 职业没有分贵钱的 就算真的我说真的 我觉得妓女 都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为什么不值得尊敬呢 你真的一买一买 有什么不好 总之 靠自己去 就是靠自己去争取钱 OK 靠自己去仰慕自己 你不是作奸犯科 这件事是值得被尊重的 OK 是啊 所以真的没有分贵钱 就是如果你有手有脚力去拿中援 你就真的是社会败类 OK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呢 我不是说他很可怜 做巴士司机 不是这样 不要误会了我 我是讲的那个反差 因为你做机师 你是要投入很多 可能你要考中数 你要读很多书 你明不明白这个反差 我是这样的意思 OK 但是当然啦 你那个人工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是吧 可以 我回答C6 的问题 金牛可不可以学东西去转行 绝对可以转行 OK 学什么东西好呢 就看回星期五 彩排版1 讲的 general tips 好 那 现在 哎 讲下个星座了 快点 下个是白羊座 恭喜白羊座 17 好 Aris 现在讲白羊座 好 木星入水平 对白羊座 在我们古典占星学 是一件 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 对白羊座的力量 是更加大的 这个是古典占星 因为我们古典占星 我们有一件事叫 house of joy house是家里的house 公围Joy 我们叫喜乐宫 因为木星入水平座 就是白羊座的十一宫 然后当木星入十一宫的时候 对白羊座来说 我们叫喜乐宫 所以力量会更加大的 当然 如果你问我云宏里面 木星入哪个星座 对那个星座的力量会最大 当然就是入水平座本身 因为那个是水平座的命宫 那个是一宫 但是排第二的话 就是 水平座会最感受到 那个力量的人 OK 但是第二就是白羊座 OK 因为 我刚才跟你说了 他入了house of joy 对白羊座来说 OK 那个叫喜乐宫 这个是一个古典占星的概念 好 要做些什么事呢 我喝一口水 我先喝一口水 突然令我想起 我今晚不用滴眼泥水了 因为我 因为我 做这个live之前 我 睡了一层了 所以对眼现在很好啊 嗯嗯嗯嗯嗯 好 那 那么 嗯嗯嗯嗯嗯嗯嗯 对了 白羊座做些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做一些 我想星期五part one 给大家的general tips 你们做这些东西呢 就会令到自己的运气更加好 更加板板声的 which我现在 sort of叫做略略覆述一下 嗯嗯嗯嗯嗯 sorry sorry 嗯嗯嗯嗯 OK 那去做些什么的事情呢 OK 去做一些networking 认识多些人 认识多些人 OK 那 即是去进入一些 不同的团体 机构 总之去 令到你们的人物 是更加广 OK 而且这个时候呢 就真的完全去想想 你们人生里面 有些什么 梦想是想去成就 想去做 OK 如果你们是急的话 which 白羊出名是急 你们就今年去做 那 这些是真的 人生 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不像我刚刚讲金牛座 因为金牛座那时候呢 我刚刚就说呢 你去 就是你的天职 但是这方面 金牛座那方面呢 都是会比较是事业 career为重那些的 OK 是真的你想去 你以后去 拿些什么 成为你的事业呢 令到你一路人生都在做呢 那是金牛座 但是现在我说你们白羊座呢 是你们趁今年呢 去成就你们的梦想 例如什么呢 不一定跟工作有关的 例如我当 你一直以来是想去 想去 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歌手 然后你找个人去学唱歌 然后自己出一首CD OK Let's say 是这样 那这些东西跟你职业没关的 对不对 或者我当你想出本 我当你想出本写新集 OK 那他不是你的职业来的 但是你今年就去出本 很限制级的写新集 OK 我当你想去挑战喜马拉雅山 你就趁今年去挑战喜马拉雅山 OK 那这些东西是无关事业工作 但是就是你人生一直想得到的 就是想的梦想 那你就趁今年去做 OK 而且 刚刚也提到 去打入多些不同的团体 因为你的不同的朋友 是会非常之愿意去帮你的 OK 那 还有 就是 就算我告诉你 就算 因为那个力量实在太大 就算今年你不是特别去 认识多些人 但是那些人都会自然来找你 而令到你的朋友圈是扩阔的 OK 那还有 尤其是 如果我当你过去一两年 你是有一些不错的个人成就 是的 有一些不错的个人成就 而 你今年终于想把这些个人的成就 去推动成为一个社会性 有影响力的一些目标 那你就更加是要趁今年去做 那还有真的要群责群力 人都好办事 要大家一起去帮你 OK 那 那还有 是的 你都会更加去关心群众 你本身 是的 所以就算你有一些个人做到的事 但是你今年你都会更加是 关心社会 那所以为什么你才想更加多些人去帮 OK 那所以 为什么你要加入一些不同的团体 尤其是一些专业团体 或者一些义工组织 是的 或者一些政治组织 是的 尤其是一些是靠理念去维系的组织 那你加入呢 那你加入呢 就会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手足了 OK 接着还有没有呢 很快 我先看看我的话题 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点 但是我没有时间组织 因为实在是太多 其实我是做很多的准备功夫 OK 所以我想到什么就打了些什么 但是我免得有些複术了 所以我现在要在这里过滤一下 好 很快 其实这些Dead Air的时候 Dead Air的时候有什么好做呢 播歌 唱歌 很快很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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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我想白人座没有了 我一直打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之前说过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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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里面上我 哎呀 白人座这么快说完 哎呀 真是毛我是很迅猥 没的是很失败啊 暮星在你们的喜乐功还想怎样 Are you able to enjoy the stars 你应该要喜乐的 你应该要d 講完禮拜原作 拜拜 好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我現在還沒講的火星星座 是誰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下一個是我現在還沒講的火星星座 哎呀 又有一個不問 我不回答了 我不回答了 又有人問我之前已經解答了的問題 所以我不回答了 哦 是啦 我有一個朋友叫Pian 他就是我下一個會講的星座 他問我講了他的星座 Pian 不用急我下一個星座講你 OK 是啊 獅子 是啊 是獅子 我現在還沒講的火星星座就是獅子 現在講獅子 1025 excuse me 獅子幹什麼 獅子幹什麼 獅子 獅子不錯 好 嗯 先喝一口 不過呢 獅子這個不錯呢 是透過一些字我調整才讓自己變得不錯的 OK 即是我不是在這裡搖獅子 但是獅子呢 即是十個有八個 不過我經常都說的 獅子座真的分兩種 是兩個極端來的 是很難有中間灰色地帶的 獅子呢 要不就是臭四 真的皮很臭那些東西 很霸道 OK 要不就是病貓 永遠真的有些獅子 你猜不到的 他真是 是臨鼻鼻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個性的 真的有這樣的獅子 你猜不到他是獅子 OK 然後我也真的不知道 這些人在哪些地方 體驗到他的獅子 真的不知道 OK 是很極端的 臭四或者病貓 OK 尤其是如果你臭四的話 來近這一年 其實是透過 你要有些自我改善 而得到這個幸運 是一個什麼呢 不要那麼自我中心 不要那麼霸道 不要那麼高調 不要那麼高調 什麼東西都要去搶 搶focus OK 因為來近這一年 是你要去學習 去跟一些人相處 一個和諧相處 親密交流 OK 那麼這個世界 有些東西是平等的 你要是 你這麼高的時候 人家怎麼會跟你on part 你要壓下自己一點點 那麼別人就可以跟你同一個等級 明白嗎 那原來你們今年是做些什麼呢 有些什麼 這個世界上有些什麼關係 是最親密的呢 就是結婚 OK 但是就算 記住了 我經常都說 就算我自己做的那些蒜頭年 做大批 我也經常說 簽聲學上 我們說婚姻 其實不一定是說 你去簽一紙婚書那些的婚姻 OK 我先調光一點 好像覺得很暗 黃菱姻 黃菲是屍屍了 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 我記得有個朋友 叫Chloe Lowe 她就說黃菲未屍屍了 就是 但是為什麼 你會無端端說起黃菲呢 還有就是 就是 很隨便 很隨便 為什麼會說黃菲呢 我想說其實鄭震雲都屍屍了 然後 然後 許善說到獅子座 但是為什麼無端端會說黃菲呢 還有 不是獅子座 就是好像 說到 好像 一種 去 counter 我之前說的一些事情 難道你是說黃菲是病貓 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說什麼 Anyways 好 我繼續說 因為較高了燈 然後忘記了想做什麼 我想說什麼 就是 就是說 那 那 當我們占星學講婚姻 他不一定是講一子婚書 是的 是不是光一些 是不是好一些 OK 他同時都是講 一些很serious的commitment 一些exclusive one-on-one的long-term relationship 然後 就算我當你們有一個愛情長跑 但是如果 你們是真是一個很穩定 而是真是專一的關係 那其實他都已經是當了是婚姻的了 那他都會吃緊我們 就是接下來講這個叫婚姻的運勢 OK 你想一下 例如 朱欣和 黃冠中 他們沒有很多年愛情長跑 是不是 然後還有 米雪 米雪和他之前那個 已經過了生的那個足球 足球明星男朋友 是不是 那這些其實都是叫做婚姻的了 OK 好 那你們接下來會有婚姻的運勢 那還有呢 會有可以去搞一些 business的合作的partnership business的partnership OK 跟著還有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合約要去簽約的話 那你們都會有這些簽約的運勢 OK 例如什麼呢 例如租樓 找個好業主 買樓 或者要去做一些合約上的東西 對你們會比較有利的 就是那些terms會比較是 對你們是 就是to your favor OK 跟著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 你們原來跟你們的 愛婦愛母 是的 是不是男女都是叫做愛婦愛母的 OK 就是總之跟你那個 就是如果你是男人的話 就是跟你的 如果你是女人的話 你就會跟你老爺奶奶關係會好的 如果你是男人呢 對了 就是跟你的愛婦愛母關係會好的 OK 愛婦愛母老爺奶奶 那你跟她關係會好的 來近今年 是的 跟著 還有什麼呢 尤其是呢 嗯 可能真的過去一兩年 那個母肺 實在是太瘋了 那令到你們那個生活的壓力很長 OK 還有 也都可能會令到你們有些 啊 原來人生很化學的 OK 那你們終於會有一些東西 是不想再拖了 終於是想有一些長遠的 心黑的關係 OK 就是我當是 可能 你們是愛情長跑了很多年了 OK 那然後覺得 咦 原來母肺是可以這麼容易奪去一個人的生命的 原來這個社會是這麼亂這麼動蕩的 不如快點 結婚 去給保障另一個方便 OK 那所以為什麼會 這些東西會更加容易去 驅使你們想快點去結婚 或者有這些很 很深刻很長遠的關係 OK 那 是的 還有這些東西會帶到很多的幸福和安全感給你 OK 所以都說了 為什麼你們要壓低自己少少 因為當一個人的Eagle太大 你就會不會尊重那個對方 他不會和你平衡 但是當你壓低自己少少 你們就可以建立一個 同樣level的partnership 明白嗎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東西是一直想和別人去negotiate 那你們都會比較容易是爭得贏的 OK 所以我就說了 如果你們有些東西是想簽約的話 那會比較容易是有luck 簽約運 OK 甚至呢 是 法律訴訟 那如果有一些一直是官非的話 那 去到 冬至打後 那會比較容易是搞得到的 還有有機會是 就是比較大的機會是勝訴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看一下 是啦 法律的東西說了 那還有 就算不是去到官非那麼嚴重 但是一些 可能就是比較 一向你比較討厭的人 一些 大家有一些 牙齒印的人 大家談不適合 談不適合 談不適合的人 還有很搞笑的 對了 那麼呢 通常我們呢 就是根據簽證學 那如果有些什麼的東西 想找人去傾訴呢 那通常我們會找誰去傾訴呢 通常呢 我們都說 找巨蟹座 或者找雙魚座去傾訴 對吧 因為他們都是會比較情感 比較很強的 empathy 比較有同理心 關心人 OK 但原來今年呢 你們竟然呢 是都有機會去做這些 聆聽者的角色 OK 但你們呢 就是比較專業的 OK 你們可能真的會去 去考過 不知道那些 就是我當心理醫生牌 或者那些什麼治療師 那些諮詢 就是consultation那些牌 OK 又或者呢 去做那些談判專家 OK 因為談判專家 是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或者那些呢 叫做什麼 那些中間人的角色 Mediator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就是說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廣告 有兩個人想 就是想去 就是想去 吵架先的 就是想去 可能打官司的 但是他們之前呢 就找一個中間人做談判員先 就是 不要那麼快 那麼大件事 就是你們會做這個中間的角色 Mediator OK 你們原來今年都會做這些 Advisor Consultant 這樣的角色 OK 但是如果你們不想做 你們想去 真的要去諮詢別人 那 深刻別人呢 都會成為 你的一個很好的諮詢師 OK 那是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是的 然後 然後 還有呢 我 不斷已經叫你們要低調 還有要謙卑一點 不要那麼自大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本身你們那個魂呢 就是會令到你們是變得更加高調 會令到更加多人去認識你 OK 但是你們本身已經是夠高調的 夠霸道 夠自我中心的啦 如果你還是要這樣的話 我們有一件事 叫做物極必反 是不是 物極必反 所以為什麼你要去壓低自己呢 你不要讓自己去太過的火位 OK 那如果不然呢 就會樹大招風的了 OK 好 講完獅子座了 不要公開樹敵 OK OK 不要公開樹敵 下一個 剩下兩個都是風勝星座來的 是的 又有人問 comment 為什麼會最後才會說這些呢 是的 調停 調解完 那些 大家聰明 OK 有人問 為什麼會最後才會說這些星座呢 其實我解釋過 是的 是根據大家之前給大家反應的 因為我要公平 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 OK 一分反應就一分祖道 是的 然後 哎呀我又看一下comment先 現在才10點半而已 OK 還沒睡吧 不過放心 我不是特別拖 但是都說了 要多些interaction 是的 雙子還沒說 現在剩下兩個 風勝星座 就是雙子和水平 OK 還有不只說 即是不再說給大家聽 水平是排最後的 OK 並不是因為今年是那個水平年 然後我將它壓阻 OK 在我的世界沒有壓軸這回事 只有公平這回事 就是因為上期 水平的反應是最低的 所以它是擺到最後的 OK 嗯 有人的 如果有些官非 搞了很久 是C字座的話 有望是可以搞定的 恭喜恭喜 恭喜 好了 comment 看完了 現在是 張紙座 好快 我現在是 1037 1037 因為我要打回那個time marker 讓我之後做回 時候的那個 時間分段 不用我重頭再聽多次 好 我今晚有沒有東西還沒說 沒有 那些東西都說完了 搞定了 先喝一口水 好 好 噢 新紙座呢 記不記得我剛剛說 如果是獅子座呢 我有點熱 我可不可以開一下窗呢 我先開個窗吧 但我不想被人看到鏡頭後面 我找些東西頂著才好快 好熱啊 我先開一開窗吧 好 好搞笑 這個是不是叫XO仔 這個是不是XO 哇 現在新生代的應該是不懂的 XO 有隻XO在這裡 好了 我都不用 不用 大鏡筋 好熱啊 因為 Dip V 咦 好 現在是說 嘩 看到我的臉都紅了 嘩真的很熱 因為我剛剛關了窗 因為外面很吵 好 我先在這裡答一答那個留言 免得之後去沉底 因為我又見到一些 是可以去 踢人入會的機會 即不是說笑而已 有人說 朋友是雙子 失業了幾年 經濟和情緒都有問題 怎麼辦呢 念佛啦 念經啦 OK 尤其是情緒有問題 念心經 是啦 很出名的 波耶波羅摩多心經 OK 還有呢 我經常都說的 有一些祈求呢 你是想令到它圓滿 OK 令到 即是你要得到一些幸福 因為 其實人生在世 很多時候真的要得到機會 得到幫助 我很感恩 即是 我是認識准提佛咒啦 OK 那呢 它是很多東西幫了我 我也都 經常推介給別人 我也都知道它是幫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真的 記住 我們經常都說的 有佛法就有辦法 記住 真是信佛念經 即是 I mean 算了 算了 總之 還有是經濟實惠的 不用錢 還有它是幫你治本的 OK 因為如果你去搞 有時候很多不同的事情 即我不是說去詆毀些什麼 但是 有些人世間的辦法 那些是治標 但是你透過佛法 是幫你去治本的 OK 那所以呢 啊 啊 Tavia Lau Tavia Lau 你可以叫你的朋友 去YouTube找 我已經有條片 叫做 你去打我的brand name 塔尖暖男 跟著再加準題 兩隻字 OK 準是準確的準 提是 手邊做個是字 提起那個提 你打塔尖暖男準題 幫到它的 OK 好 既然有個朋友現在才上位 但是我趕了整個小時了 不過可能你剛好雙子座 OK 那你真幸運 我現在只趕雙子座 我的臉怎麼這麼紅 因為我真的很熱 熱死我 好 雙子座 那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講呢 講獅子座的時候 我就說 喔獅子座呢 可能因為過去 真的好 過去一兩年 很動盪 那開始呢 有些事情是想去穩定 或者是給伴侶一個承諾 對嗎 對於雙子座呢 可能過去一兩年 你們都會覺得 社會很瘋 很多很不公義的事情 會經歷一些生老病死 甚至是 可能是因為疫情 或者我當平常地 有一些生老病死 相別離的事情 在你人生裡面 在你的生活那裡 會不會色了好一點呢 喔好像很白喔 呵呵 OK 喔其實整件事情沒有白呢 好像很白的 Anyways 快點吧 不要阻礙大家 好 那可能因為過去一兩年 經歷了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那你們那個approach呢 你們就不像獅子 說會想去給一個承諾人的 你們都是比較自由奔放的那些 和射手座差不多 那你們覺得 沒有眼尸乾淨 你們想去 想去休息一下 吊緊也要休息一下 OK 所以你們接下來 你們會想去 有些地方享受自由 是想放下很多東西 不理會 自己去放空一下 OK 看來有點像相遇了 OK 但是你們就不是去睡覺 去零收這些東西 零收都有可能 但是呢 你們尤其是去旅行 OK 放飛自我 which 那你說 那 我都說了 理論還理論 那你都要看回這個時勢 那難道你現在去旅行 跟著又去隔離嗎 是吧 那可能當 就是我當過了春分 跟著疫情沒有 沒有什麼 開始解封的時候 那可能那時候去旅行 OK 那which其實 都是下年2021 是吧 那還有 因為這些過去不開心的事情 都會令到你們更加開始 不單止是想享受自由 亦都會開始去思考人生 去反思一下自己的那個價值 去想一下自己在這個宇宙的那個天命 是的 去思考一下一些和宗教和哲學有關的東西 那所以如果你們今年去做這些事情 都是會無往而不利的 OK 那再說一次 做什麼呢 去豁出去漫遊 去擴闊一下你們的視野 放飛自我 那甚至呢 去做一些進修 一些比較是mindful的東西 或者跟哲學 宗教 是的 去探究一些高階知識的東西 所以我就算當你不是真的去讀書 但是你可能 你不是真的去讀一個course 但是你去買一本 你買一本書回來去研究一下它 是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幫助你們 去開發你們那個高階智慧 這樣的 OK 甚至如果你想把你們的一些感覺 去結集成書 去出本書 那你們接下來都會非常之好運的 雙子座的朋友 是的 然後還有 任何和海外有關的事情 OK 那都是會非常之好 例如移民 OK 那記不記得我今年 我之前都說過 今年本身 就是哪個人有移民運 記不記得我講過 OK 不記得了 OK 我都不記得了 不是可以數回的 嗯 天蠍座 是的 天蠍座有移民運 對不對 但是原來你們 雙子座 OK 你們都有移民運 OK 因為移居海外 OK 但是原來海外投資 OK 可能買美股 買外幣 或者是海外的升學 都會是 可以是乘風破浪 放軟目光 OK 是不是很押韻 乘風破浪 放軟目光 OK 我很喜歡押韻 是的 或者 是的 真的去讀個課程 但是如果想便宜一點的話 不要那麼大壓力的話 就去讀本書 但是如果你們去考一個 高級資格 去進修一下 拿回一些文憑 或者尤其是學一些新語言 我在Part 1 General Tips 都提過大家 去學IT Computing 都是會比較容易 而是得到好的收穫 OK 然後還有 好 就算我當你不是自己去旅遊 但是你去認識一些不同國籍的人 有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都是可以幫你 令到你的思維 是變得更加廣闊的 是的 然後還有什麼呢 如果是學生哥的話 尤其是大學生的雙子座 OK 那你們接下來的成績 就真的會不錯 OK 成績會不錯 是的 畢業都可能會是那些 就是GPA拿到4 那些 OK 上當年我GPA都很高 我GPA 總之我都是 那些 那些 我都是 那些 我GPA 3.8幾 好像是 3.8幾 好 然後我想說什麼呢 還有 還有 啊 剛剛講過 我臉真的好紅 什麼事 剛剛講過 獅子座是一些 獅子座在法律 官非都會OK 原來雙子座也是 對 雙子座在法律官非都會比較OK 是的 不過呢 我講一個 講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那個分野在哪裡 這個真的叫做矛盾矛盾 那你問 如果雙子座vs獅子座 兩個都是什麼子座 那這兩個子座 他們在法律訴訟哪個贏呢 那 根據尖聲學呢 是有話可以說的 有人說我懶恩普通 是的 不是 因為我可能講得很快 我要學會講得慢一點 好了 那如果 雙子vs獅子 打官司 誰會贏呢 是的 因為我剛剛講過獅子會好 原來現在雙子也是會好 那我就告訴你 誰會贏 要看一下那個 應該這樣講 要看一下他們用那個方法 如果雙子座是真的無辜的話 他會得到正義的伸張 OK 雙子座在法律事務好 是因為他 即是會得到伸張正義 是的 但如果他真的 本身是做錯的話 他就會 當然是 受到懲罰 OK 而獅子是怎樣去贏呢 獅子是容易透過洗環手去贏的 是的 容易透過洗環手 或者是 因為對手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因為對手有些東西吃了糞 或者可能對手 他的程序出錯 而獅子座就是這樣去贏的 但是 雙子座的贏法 就是因為他本身是真是 無辜 他本身是對的 所以就會贏 OK 這些東西 又是不會有尖聲師跟你說的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 那不單是法律公非事務 這些東西 如果雙子座 你們去想 拿到一些 legal advice 找一些律師朋友 做一些諮詢 那都會挺好的 OK 但是當然 我想都說了 或者是移民的諮詢 海外升學 海外投資 這些都會好 OK 然後還有沒有呢 其實 說真的 不單是學習的 你們不單是可以去學 剛才說的 學習運 是吧 甚至你們做教育 都可以的 如果你們想去做 做老師 或者去 剛才都說了 出本書 你去教人 或者去將你的 mind 去影響回別人 OK 因為學習是別人的 mind 影響你 如果你是想將你的 mind 去影響回別人 都是好的 甚至好過你去學習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啊 都還有啊 啊 所以呢 所以真的跟獅子差不多 好搞笑 又是 雙子 這麼巧的 兩個都是一樣 跟你的外父外母 老爺奶奶 關係都會變得更加好的 OK 然後做什麼呢 是啊 沒有啦 OK 再說一次啦 移民啦 旅行啦 不過啦 這個旅行 尤其是一些比較遠的旅行 OK 即是台灣星馬太 這些太近了 尤其是遠 還有 我在星期五部分都講過 有哪兩個地方 是非常之好去旅行的 雙子座一定要去這些地方旅行 OK 移民啊 長途旅行啊 一些海外國外事務啊 OK 還有一個 Higher Mind的Persuit OK 還有去信教 接下來去信教也是OK的 當然我會很鼓吹大家接觸佛教 OK 但是其實其他教都 總之看你的緣份 宗教都是道人向善 是吧 OK 好了 說完了 最後到水瓶座 那我又看看留言先 好 相信在11點之前是會finish到的 OK 大家都要睡覺我知道 有些人要不要睡指示教 那11點就是指示了 OK Penny問 今年考DSE的雙子座 升學信不信你 升學就是升大學 大學OK 有大學運 好準 有人說好準好準 多謝 是 Tenny Priscilla 問 是不是準題佛法 是啊 你去Youtube打準題 還有我塔斯聯林就可以了 你打準題就可以了 你這兩個準題是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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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ngel Trey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5月21是金合定相似呢 這個你要去檢查升盤 嗯 OK 我們這些叫做CUSP 的位置 OK CUSP 等一下 CUSP CUSP 一些交界位的東西 OK 交界位的東西很難說得準的 OK 即是 其實早晚 那太陽就會動了 OK 那所以你要找那個 即你要檢查 那哪裏檢查呢 看回我星期五 下午大概兩三點的一個post 那裏有個video 教大家去檢查 東西的 你看回自己的太陽在哪裏 你的太陽星座 嗯 好了 嗯 好了 現在去水瓶啦 最後那個水瓶壓軸啦 就是你們今年 你們是那個主角啦 因為今年就是 木土合 發生在水瓶座 而這個東西是 N年一語的 OK Excuse me 好 好 那今年是水瓶座的爆發年 是的 那尤其是可能 過去一兩年啦 那疫症啊 經常都屈在那裏 對不對 那都透足精神的啦 那還有就是 again 所以呢 我真的呢 在年頭呢 我已經講的了 嗯 4月尾會好啦 OK 那年頭 4月尾會好啦 然後 慢慢去到秋分 9月21、22號 去到10月頭都是好啦 OK 會有兩個period 會好的 OK 因為4月頭是好了一段時間的 是零感染的 然後不斷就去 然後過了又再爆了 然後我們剛好 秋分之後 9月尾10月頭又好了一段時間 OK 那到現在呢 我那時候就是說 火星順行就會爆了 OK 然後剛好火星順行就在 11月13號 OK 所以全部都是中的 那我就跟大家去提多一次 什麼時候會好呢 過了春分 OK 過了春分 就是下年的春分 即是太陽入伯仰座 不過呢 那整個都說 這個是人和不是天災 那到那時候 會不會有多些陰謀 即一些很賤格的人和 有去搞出來呢 那這些東西就真的很難去阻擋 對不對 就好像經常說 即是 即是我當跟你一個人算命 我看到你運很好 好人好寫 但是你自己走去 你走去 自殘都可以的 對不對 那因為你有你的自由意志 對不對 好了 跟著 水瓶座 那但是 疫情這些東西 摺得好 那可能尤其是過了春分之後 疫情開始緩和的時候 那你就覺得 咦 透足精神 那你就 重新出發了 努力打拼了 OK 那 你們會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那 我經常都說的 性格決定命運 那你們記住 一字記施藥 闖 有些什麼新嘗試 都去試一下 Multi task 同時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你們是 你們是有這個 有這個優勢 同時去做很多的事情 OK 什麼都去搏一下 什麼都去嘗試一下 OK 尤其是 你們是真的非常之體現到 性格決定命運的一個星座 OK 因為 其實它最重要呢 是透過你會對自己 很有自信 OK 那 還有 不單止是性格上的自信 可能呢 甚至有些水瓶座 我來近年呢 是會去做一個形象改造的 OK 那 如果是 就是 勁一點的話 你去整容 OK 或者收身 粗肌肉 去改善自己身形 或者可能純粹去 找一些形象顧問去 化個妝 撿一下 撿一下衣 撿一下頭 那些東西 OK 那水瓶座呢 會是一個非常之 自我形象改善 和由內 就是內在都是的 OK 在心理上呢 都會對自己呢 是覺得自己很 很正 很受人歡迎 OK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 性格決定命運 就是因為你們性格 已經會有這種擁抱 擁抱自己 擁抱一個新的自己的一個心態 所以為什麼你們可以去願意做很多的嘗試 OK 先喝一口水 還有你們對人的性格都會很好 是很親和 很快樂 你們說的東西會經常很害怕 OK 那些人會覺得很開心 OK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都會願意去親近你 然後那些人越願意親近你 你們就越樂觀正面積極 越大方 所以是一個雪球效應 所以全部東西是由你們自己去做了先的 OK 那還有今年很多東西都是很 很幸運 OK 所以有 所以其實有點像白羊座的 那我就說 既然白羊座做得亞軍了 因為木星入了他們的喜樂宮 那你們冠軍的話 你們的運勢又怎麼會在白羊座之下呢 是吧 所以白羊座有什麼東西想做 我也說 他想有什麼夢想 想出寫真詐 想去爬喜馬拉雅山 你都可以的 OK 總之有什麼東西想做你都OK 然後就 有什麼東西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由那個心去出發 還有那些什麼東西過去不開心 就既往不救了 OK 因為對你們來說 是非常之refreshing的 OK 你們現在 即是你們不會再去記住過往有些什麼不開心 那你們會有一個非常之重新的一個很積極的心態去迎接那個未來的 OK 真的很棒 總之你們是冠軍來的 所以我相信就算我 就算你們不是我排到你們最尾 是你們那個反應最低才才排到最尾 但我相信就算你們是今天最後聽的那個星座 但其實你們是應該感到非常之開心的 OK 因為下一年最後問那個是你們的水瓶座 是你們的水瓶座 還有什麼呢 對 還有你們會是很大方 越來越大方越來越北區小節 不過我想說其實水瓶座都一向是北區小節的 我想說我認識很多水瓶座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想一下怎樣包裝得好些 不要得罪人 OK 嗯 水瓶座很不懂得避炎 我會說 就算我當 我當一下 嗯 一個水瓶女 她結婚之後 但是她還會跟很多的男人是 首先那個關係很好 但是甚至可能有時候有些 嗨嗨碰碰 嗨嗨笨笨 她都不會避炎的 OK 嗯 是啦 這樣說都不會得罪人 是吧 OK 是啦 那所以呢 其實一向你們都是北區小節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OK 但是你們接下來今年會更加北區小節 很樂觀 很開心 做什麼都會覺得自己是做得點 那 再說 中容之道 但是 比較好的 是啦 就算你們是去到一個 太過樂觀的話 但是你們 始終是叫來今年的冠軍 那都不會說很容易去拿東西 嗯 OK 是啦 有些人說是光明磊落 都光明磊落的 OK 但是 嗯 十個有九個都光明磊落的 是啦 但是有一個就不是了 OK 是啦 跟著 什麼呢 什麼叫直接說 EYN叫我直接說 都直接的了 很直接的了 已經 是啦 那沒有啊 是啦 所以 無枉而不利 做什麼都可以的 如果你想浪費了一個機會 你想今年去摺埋都可以的 總之 這個宇宙會去保護你啦 那個宇宙會給你機會啦 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是最開心的 你都會有成果的 OK 那所以當然啦 難道你說我的成果就是想睡到變隻肥豬嗎 OK 那你當然是想做一些很貴的 不是貴的那個貴的 是EXPANSIVE 他做一些很有冒險性的東西啦 是不是 那你才會有那個好的收穫 OK 是啊 所以很開心啊 不過 唉 講起呢 講起我剛剛講那個 就是說 睡覺變肥豬這個比喻 但是其實你們今年真的容易變肥 我說真的 OK 所以我都說了 如果你們是透過自我形象改善的話 減肥是OK的 因為你們可能太過樂觀 太過開心 那你知道人一開心 就會經常吃很多東西啊 OK 你們真的會容易變肥的 OK 但是 如果你是已經很consciously 要知道 我要令到 就是今天聽完 聽完塔斯亂林的話 就說 哎呀我不可以變肥了 是不是 要控制自己了 還有如果我當你根本那個自我形象改善 是要減肥的話 那當然你是可以成功啦 OK 很搞笑咯 我當如果 你一向是瘦過柴的 你想增肥 粗肌肉的 都可以的 因為你會變得 大舊一點 OK 那最後 講一講 自我形象 身體 外表 你的性格 你很多東西的能力 甚至你的體質 OK 你的健康 都是會很好的 那就恭喜水瓶座 好 剛好現在是11點02分 就是現在的那個 塔斯亂男 2021 12星座 開魂秘吉 就圓滿結束了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 生活美滿 如意吉祥 福慧增長 身體健康 耶 Bye Bye